音乐之源 最初的音乐的记载与乐器的发现 音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 然而音乐的起源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之一 从字典或者百科全书可以看到 英文music 异词源于古希腊语的mosag 一级谬斯女神的艺术 被定义为宇宙文化culture universal 而中文的音乐二字定义 许甚说文解字解释为音 生也 生于心 有节于外 未知音 认为音乐和声音的区别 在于音乐需要透过人心去想象和创造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文献和考古挖掘中看到 对最初音乐的描述 圣经早就提及音乐和乐器 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记载 雅巴的兄弟名叫尤巴 它是一切弹琴吹销之人的祖师 由八字异是溪水 它是音乐行业的祖师 琴指竖琴 孝指笛子 中国 1986年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乐器是 贾湖古笛又称贾湖古管 出土于贾湖遗址 距今约9000年至7700年 位于中国河南洛河市 武阳县北五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 贾湖古笛以水鸟的持骨巨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 长22.7厘米 多达7孔 个别有8孔 维基百科官于贾湖古笛提到 中央民族乐团笛子演奏嘉宁宝声 进行了吹噬 认为这支古笛的音阶结构至少是清商音阶六声 也有可能是七声音阶具备的下指条音阶 古希腊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音乐 这一时期音乐诗歌和舞蹈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古希腊的音乐很少有留存的音乐实录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同时也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古希腊时期的乐器 主要有弦乐和管乐两种 如波弦乐器李拉琴和基萨拉 以及吹管乐器阿富罗斯管 李拉琴是一种重要的波弦弦乐器 从贾湖古管的时间定位 是大约公元前7700至9000年 和西方音乐一样 从文献还无法知道那是音乐的具体形式 但是从考古中挖掘的乐器和图画 可以推断人类早期有音乐活动 有弦乐和管乐器 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乐律还没有制定 无法用文字或者记号记录 并确切地讲明这些音乐 但是有音乐 同时也揭示了一点 人类有音乐的本能 才会在还无法描述音乐时 就已经追求音乐 有关贾湖古管 有一篇题为 为什么中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 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大量的考古 做了极其深入的研究 作者指出在中国的天文学 最迟在九千年前的甲湖 就已经开始了 有研究发现 河南甲湖文化 有天文观测遗址 有观测日影确定季节的工具 古叉古笛 古笛演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 而古笛孔的确定 就是来自观测的日影 可见跟聚天文度量定孔古笛的孔 产生了音乐该有的音 这些通过观天而找来的不同的音构 成了远古时期人类最初的音乐 文章还列举中国甲湖以外的古代观天台 以及西方早期不同时代的观天台 可见人类早期的都是观天寻找规律 因为天体运行是有恒定的规律 人类所涉及的东西 可以观天找到其中的规律和奥妙 观天寻律力 观天寻音乐 古笛原是观天仪器 从这些研究图解可以看到 小孔式日影在不同时间的刻度 也就是地球 太阳等星球运行规律的记录 由此可见 一 人类有音乐的本能 所以去探求音乐 二 构成音乐的音 根据日影 也就是天体运行的律而来 并非产生于语言中语音高低 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古文明 文章的论点是因为 中国历朝历代 都非常重视观天 河南 郑州青台遗址发现了养烧文化中期5000多年前的北斗九星遗界 在内蒙发现有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北斗七星岩画 陶寺遗址有4000多年前的观星台遗址 有侧影归齿 此后下有青台 上有神台 两周秦汉卫尽有灵台 河南登峰的观像台 从西周一直沿用到元代 明代南北二经都有天文台 管理天文观测的机构 两周秦汉卫尽随有太史令 唐元明清有四天兼亲天剑 国家主导进行的天文观测 一直延续不断 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天效一影 地效一响 中国古人通过律馆 把天象与季节时令音律 有机结合在一起 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琴棋书画 琴排在前 因为琴代表的音乐 是与天文关系最密切的 这样的联系 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有谁想得出来 可见 观天越早知道的越早 观天越广泛 得到的越多 观天越仔细 得到的越精确 二月律的建立 中国音乐的起源 最早大约上述到 皇帝宣元氏时代 根据战国时期的著作昌氏春秋中记载 西皇帝令灵伦作为律 根据传说 灵伦来到了昆仑山 在解溪之谷砍了十二根竹子 削去竹节 做成了一端开口一端竹节闭合的十二根管子 起初吹奏出来的声音并不好听 正在这时候 天上飞来了一对凤凰 凤叫了六声 黄也叫了六声 那声音美妙极了 于是 灵伦便根据凤凰叫声的启示制成了十二根绿管 中国的《三分损益法》记载最早建于春秋十七管子 《地云篇》肯定了这个记载 这是关于公子商与角、武音的记载联系在一起的 到吕示春秋音律篇 又开始与关于黄中临中等十二律长度规范的记载联系在一起 按三分损益法声率的次序 求上方五度音之律 古代称为下声 求下方四度之律 古代称为上声 从一律出发 下声五次 上声六次 便可得出十二律 但吕示春秋只有声率方法而无具体数据 淮南自后者延续这个方法 并计算了十二音的数据 黄中C、林中聚、太促地、南吕哀、孤显义、英中碧、瑞宾生大、大吕生C、宜则生聚、家中生地、吾舍生哀、众吕生义 有一篇粤与立法相交下的产物 律立志对中国的粤粤与立法有深入的研究 指出 从汉代开始 一些历史较为长久的朝代 几乎都在其正史中 转有《律立志》 班固的《汉书》是第一本纪述有《律立志》的史书 在此之前的史书都是将《阅律》与立法分为两个部分 他将《史记》中的《律书》和《立书》合并 创造了《律立志》 放在《朱志》第一位 从此兴起了持续长久跨代绵延的《律立合义思维》 后《汉书禁书》《宋书》《魏书》《随书》《宋史》中也有《律立志》 《明代的落魄王子朱仔玉》的早期著作中有《律立融通》一书》 详细解释了《律立两者间的关系》 西方音律Pythagorean turning的起源 从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年至公元前495年 是一名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创立者 他认为数学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毕士曾用数学研究阅律 而由此所产生的和谐的概念 也对以后古希腊的哲学家有重大影响 他的理论中包括音乐宇宙 音乐宇宙又称音乐的普世性或天体音乐 是一种古老的哲学概念 从相关比例在运动的天体上 如太阳地球、月亮等星球得到音乐的率 这种音乐并非通常从字面上理解的声音 而是一个斜波数学的概念 毕达哥拉斯首次发现 音调的音程是按弦长比例产生 和谐的声音频率间隔形成简单的数值比例 在一个理论被称为和谐的天体 毕达哥拉斯提出 太阳、地球、月亮和行星都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轨道共振声 在他之后 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 约翰尼斯·科普勒1571年1630年 是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 他最为人知的成就为科普勒定律 他的著作有新天文学世界的和谐其中 第三部分讲述音乐和声的原理 第五部分是行星运动的和谐 律例制又指出 立法自然就是为了配合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根据天象而制定的计算时间方法 简单说就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 简而言之 中西方音律的制定都是根据天体的运行 虽然运用的方式不同 在相互毫无沟通的情况下 得出一致的发现 并且和更古老的传说中的音律 是一致的 不多不少 都是十二音律 顺序一致 音程关系也是一致 再进一步 1972年我国湖南长沙 马王堆一号汉墓 第一次发掘出公元前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一组绿管 这是能发出高低不同的标准声音的十二支主管 其中最短的十点二厘米 最长的十七点六五厘米 孔径约零点六五厘米 管的下端 皆输有黄中大律硬中等音律名称 不仅为我国古代仪管定律说 提供了新的证据 也是世界上所有的有关的音乐起源的说法的证据 音乐起源的说法包括圣经中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记载 雅巴的兄弟名叫尤巴 他是一切弹琴吹销之人的祖师 以及昌世春秋中记载 西皇帝令灵伦作为律 制成了十二根律管 中国的三分损异法 以及西方的五度相声律 另外 律笛以长度不同的主管得到不同的音高 可以很自然的联想的古人 也把律笛的长度同样的比例作为弦长 得到弦乐的各个音 古人以同一个原理得到了管乐器和弦乐器 另外 声学的发现也得出一个律 纯律 纯律均于自然泛音音程 泛音是指分音列中除了基因以外的任何异音 当一根弦或空气柱整体振动 而产生基因第一分音时 在该基因上发出的微弱的音 如果分成几段振动 就会产生一些泛音上方分音 听者一般能够清楚听到基础音 很专心时能听到泛音 泛音列是分成等分的部分而产生的 振动的分段越小 泛音的音高就越高 各上方泛音的频率与基础音的频率 形成简单的比率 例如2比1、3比1 有些乐器能产生非泛音列中的泛音 纯律中的每个音之间频率关系 都是有理数 因而在这种音阶中 和声较少产生狼音 也就是不邪和音 基于声学物理的纯律 不仅肯定了 从不同方法的来的三分损异法 和五度相声律的科学性 它的理论也为和声Harmony的建立 提供理论依据 最初几个泛音结合在一起 能阐述和谐的共鸣 比如最初四个泛音构成了三和弦 我们也看到 人类在大致相同的时间 都在寻找什么是音乐正确的形式 都在探索音律 也都找到了音律 因为都是从同一处天体运行的律 所以找到的是一致的音律 二点刻度的时间间隔是一天 影子旋转了360度 是24小时 星期一词的起源 与古巴比伦有关 在公元前6000至4000年 当时苏梅尔人发现 月亮由月满到月亏 再从月亏到月满 正好是七天为一个周期 月是一个时间单位 在阳历中是月球的自然轨道周期 一般指数望月 约等于29.53日 年也是一个时间单位 阳历 又称太阳历 最早出现 于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 位距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轨道位置 或地球上所呈现出太阳直射点的周期性变化 所制定的历法 为365.2421897日 太阳地球 月亮天体运动的规律中得出 一年由12个月组成 一个星期有7天组成 一天由两个12小时组成 这些都是不断循环的 所以 年月日是一个太阳 地球 月亮相互运行时所产生的 音乐十二音律就体现了这个运行 无论从天文观察 宇宙运行 升学的原理得出的都是12音律 如果是人位的话 会有多少什么样的律呢? 根据以上的表可以看出有6、15、17、19、22、23、24、31、34、41、53、58、72、96平均律等等 虽然这些音律有人创造也有作品 但这些人造音律无法产生丰富的音乐 无人跟随 在人类得到音律这个宝藏开始后 开始了人类音乐文化的繁荣 因为这个十二音律不仅合理 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也简单易懂 按顺序 连续地选择一部分音就能组成一个音阶 中国的音乐文明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的音乐 甚至更早 相应的 西方的音乐文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 中国的五声音阶和西方的七声音阶的建立 都是同语一元 同一个方法 只是选择的数量不同 以其中不同的一个音为主 就可以建立色彩不同的调识 中国的弓、商、脚 之余五个调识 西方的七个调识 Ionian Dorian Frigian William MaxWilliam Lorian Lorian 这些调识色彩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 成书的《管子地云天》讲得很生动有趣 他说 梵听旨如父始绝而害 梵听语如马鸣在野 梵听宫如牛鸣炮中 梵听商如离群羊 梵听角如智灯木 以名在西方音乐中也是常用其中五个 William和Lorian用的比较少 可能是因为这两个调识中第一和第四 或者第一和第五个音形成增四或简五不协和音程 调识音乐在中国一直长期运用 在西方运用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大致到1600年 在这些年代中 人类创造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音乐 请继续观看后面的章节 请继续观看后面的章节